如果蚊子让你睡不着觉,那你就让它睡不着觉。 当它睡不着觉的时候,你就可以好好睡觉了。 哈喽大家好,好久不见,我是包包子。 之前我做过一期如何在家里给蚊子做神经外科手术, 让蚊子吸血爆炸的视频,结果成了我观看量最高的视频。 看来大家对蚊子的怨念确实很深。 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杀死蚊子吗? 如果有一种不杀死蚊子,就能让它不吸血的方法,其实就够了。 2022年,来自美国的科学家们似乎找到了这么一种方法, 他们通过振动的方式不让蚊子睡觉,然后观察蚊子的近视情况。 通过一周的观察发现,如果不干扰蚊子的睡觉,超过75%的蚊子都会吸血。 如果干扰蚊子的睡觉,让它们处于缺觉的状态,只有不到25%的蚊子会吸血。 而且田间试验发现,这些缺觉的蚊子也不容易落到人的身上。 此外,即便它们是清醒的,它们对人的吸血能力也遭受到了损伤。 所以不仅人太困了不想吃饭,蚊子太困了也不想吃饭。 那我们能不能运用这项研究的结果来防止蚊子叮咬和传播疾病呢? 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研究蚊子的昼夜节律,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预防蚊虫传播疾病。 而我在想能不能在房间里面装一个声波发声器,发射某种只有蚊子能听得见的声波,但是人听不见。 24小时炒的蚊子睡不着之后,你就可以好好睡觉了。 以前好像有一种用手机发出某种声波的软件,我还试过,但是最后证明没有什么效果。 可能是声波的频率不对吧? 希望相关的厂商能够好好地研究一下哪一种频率才是最好的。 OK,今天的科学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